老公 老公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爸突然犯心脏病了 三哥我打电话也没打成 突然就昏过去了 胡椰糖 爸心脏没毛病 肯定是你做了个噩梦了 这怎么占线呢 不行不行 我得回家去看一看 他一个人在家太危险了 要不给你家坐骑打打实实 对 打个坐骑吧 去吧 喂 爸 佳佳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您没事吧 我有什么事啊 家里谁出事了 我怎么打您手机您占线啊 大半夜的 我睡着觉着手机占什么线呢 没事就好 那您赶紧睡吧 我明天一大早上就去看你啊 半夜三更的抽风 吓死个人 婆婆 我说爸没事吧 你就是做噩梦 上床 来 来 吓死我了 没事了 爸 你走啊 你去哪儿 我去你 你去哪儿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山一直说给你买个餐桌 您非不要 整天窝这茶几上吃饭 不嫌堵得慌啊 这儿能看电视 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好看不好看的 还有声啊 你昨天半夜三更闹到什么呢 我还说呢 您那手机是怎么回事啊 我手机怎么了 您老是占线啊 我说怎么占线呢 您这把我加正黑名单了 什么白名单黑名单的 我哪会调这个呀 给您三个选择 按摄像头 找保姆 或者搬去跟我一块住 按什么摄像头 把我当节目看啊 这保姆也不找 弄个阿姨姑娘寡女住的一屋里边 算怎么回事啊 那行 那您就搬去跟我一块住吧 不行 这么大的房子 我跑到别人家当客人 我别扭 您这是说什么话呢 我不是你亲闺女啊 是亲的才不去呢 远相尽臭 咱俩人这脾气 这个距离正合适 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半夜 我给你打电话吗 为什么 我梦给你心脏病发了 旁边连个打120的人都没有 你这三天两头都跑过来 给我出选择题 我依然单住着 成了你的块心病了是吧 您既然知道 怎么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呢 我现在到了这个 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不就不能让我 踏踏实实睡个觉吗 这是什么呀 没什么 我想去养老院 不行 我没较劲 这院里的好几个老人都去了 我也跟着去看了看 条件好着呢 条件好 能用我们家好啊 你们家再好一点你们家 我呢 不愿意寄人了一下 也不愿意你半夜三更替我担心 趁着我现在身体还好 又没有老年痴呆 先去体验体验不好吗 爸 咱谁也说服不了谁 公平一点咱们先去看看好不好 心里也踏实了吧 这地方条件不行啊 我觉得挺好的啊 三餐两点 一会儿人家随叫随到 吹拉弹场每天活动不同样 是吧 这什么三餐啊 我刚刚看菜单了 就那么几个菜 一周都不换样 营养都跟不上啊 哪有你说得那么惨啊 我觉着还可以啊 你说那换站 我觉得肯定有更好的吧 爸 您就别想了 这事我不答应 你你你别走 咱俩好商量 我觉得这儿不错了 我跟你说 在这儿起码吃饭问题解决了 我在家做多了浪费 做少了不值当的 最方便的就是在超市里买冷冻的 这儿起码吃的是现做成的 养老院养老院 那养的不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吗 您说这些啊 我多能理解 我就是希望你搬回来 跟我们一起住嘛 这 这不可能 我闺女有今天不容易 我没帮上忙也就算了 绝不能在这里添乱了 爸 这事还是得听顾佳的 但是一些小病小痛呢 咱们在咱们园内就可以解决得了 每周呢我们还会有娱乐活动 定期还有主题派对呢 不是 你们这儿一个月得多少钱啊 我们这儿呢是会员机制的 您预存两百万 您就有入住资格了 但是不过这个也相当于 您做了一个定期理财不是吗 除去这些每个月是两万起 多少钱 两万 咱们说开了吧 你们给我找的这个养老院 我不能去 在那儿我睡不踏实 那您自己找的养老院 我还不踏实呢 这不是紫言的儿童手表吗 怎么在您这儿 今天早上送她上幼儿园的时候 她套在我手上呢 今天听了俗话 听了吧 不许淘气 好好玩 去吧 外公 外公 我送你一个礼物 这里面是我定位气的 我妈妈怕我走就了 所以我一直带着她 外公不带这个 你带着就好了 外公你带着她 这样的话 妈妈用了好好睡觉了 活了六十多年了 从来没给别人添过麻烦 不能临了临了 让我这四岁的外孙子 也跟着你们一块儿 为我操心哪 这样行不行 咱们各退一步 你们愿意给你爸出钱呢 我过拦着 但是住哪个养老院 得我说了算